现代战斗机是飞得更快了还是飞得更慢了 答案不该很明显吗 随着发动机越来越强大 它们应该越飞越快 但事实确实 它们不仅没有飞得更快 很多时候反而还要飞得更慢了 比如越战时期的F4鬼怪 最高速度可以飞到2.2马赫 而到了21世纪的F35闪电20 最高速度却降到了马赫1.6 足足比前者慢了735公里 中间几乎差了一架波音747 这种情况不光发生在美国的战斗机上 我们的歼82M最高可以飞到2.4马赫 可到了歼20不也降到只有2马赫了吗 实际上这里有张表格 清楚的向我们展示了战斗机的平均最高速度 是怎么从四代机开始一路快速下滑到五代机的 所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盘一盘 飞机最早被用作军用可以追溯到一站 它们一开始只是被用来当作侦察和观测的工具 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 战斗也是可以延续到空中的 只要我带上手枪拆上手榴弹 绕到敌机的边上就可以对它进行攻击了 所以你看这种情况下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是看谁飞得快吗 飞得快的那架总是可以追上飞得慢的那架 搞完破坏之后还能快速离场 留下对手在那干瞪眼 你说气不气人吧 于是把飞机变快 就成了当时最重要的战斗经验了 一战期间战斗机的平均最高时速被提高了78公里 到了二战这条经验似乎还没有过时 谁飞得更快 谁就能够更快的拦截对方的轰炸机 谁飞得更快就能够更好地躲避 地面高手炮的轰击 谁飞得更快就可以嚣张到 连对方的战斗机也放在眼里面了 比如英国的文式轰炸机 它就根本不具备任何自卫的能力 连一杆枪都没有装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太快了 快到了对所有的德国战斗机都是免疫的 干嘛还要浪费宝贵的枪支弹药呢 好了既然天下功夫唯快不破 这条经验已经得到了两次大战的背书 那它必将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优势 说的就是战斗机的喷气时代 和带加力燃烧的草音速时代了 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不管是美国欧洲还是苏联呢 都相继开发出了自己的标速神器 比如F100和F104 超级幻密和幻影3 闪电以及米格19米格21等等 每一个都能在开了加力之后呢 轻松飞过音速 尤其是到了米格25 直接用自己2.8马赫的急速 吓得美国人加紧了开发 新一代战机的脚步 但标高速到了这个阶段 还真的有那么好用吗 这样的问题啊 在头脑发热的时候呢 是肯定不会问出来的 只有在事后稍微冷静一下 才会想起来去琢磨琢磨 六十年代末期 当美国空军已经积累了 数年在越南上空空战的飞行数据之后 他们决定拿出来分析分析 而就是这个分析啊 几乎跌掉了所有人的眼睛 因为在超过十万架次的作战中 所有飞机加起来飞过马赫数为1.4的时间呢 仅仅只有几分钟 而到了1.6马赫就只有几秒钟了 再统计到1.8呢 零 没有任何一架飞机飞到过1.8马赫的速度 哪怕这些参战的飞机 都拥有飞出2马赫的能力 这是不是太反自觉了啊 给了你必杀 你不用 非要跟别人在这儿慢慢耗 为什么呢 空军一开始也是很纳闷的 直到他们做了一项研究 才揭示出背后的真相 原来啊 它主要跟两个因素相关 第一个是转弯率 转弯率越高呢 就意味着机动性越好 越能够抢占有力位置和角度 从而首先向对方开活 而不幸的是啊 转弯率它和速度是息息相关的啊 这点 但凡你骑过自行车 或者开过车都能够理解 在这儿呢 能获得最佳转弯率的马赫数是 0.7左右 于是不管飞行员一开始把速度 飙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在进入战斗时 它都会倾向于把速度控制到压音速的 当然 他们一开始真的就会用超音速 尽快的飙到战场吗 实际上也不会 这就是第二个因素了 作战半径 一旦飞机开始打开加力燃烧 进入超音速 其消耗的燃料也就开始狂飙了起来 也许比飞机本身的速度呢 还要飙得厉害 由此带来的是不可接受的 作战半径 说短了 说多短呢 拿F4鬼怪举例 仅仅只是把速度从压音速提高到1.5马赫 就会让它损失70%的作战半径 这个谁能够接受 所以标高速到了此时 已经变得只是一个漂亮的指标了 不太准确 应该说是一个甜蜜的负担 这些飞行员是真不知道 工程师为了给他们更快的速度 都经历了哪些惊人的挑战 因为整个机身的设计 就是围绕着 以他想要达到的速度来进行的 当飞机需要飞过2马赫时 它的进气口会要复杂很多 这样才能将超音速的气流减速到压音速 避免对发动机造成伤害 它的结构和材料需要向更耐热的方向倾斜 它的机翼需要向后略得更加厉害 它的发动机需要换上更加重型 但是却相对低效的低旁通发动机等等等等 这些不仅仅增加了飞机的重量复杂程度和可维护性 更致命的是 这些特点在速度降到压音速时都会变成缺点 影响到飞机的作战能力 而如果压音速恰好正是它作战最多的阶段 不就是在绑倒忙了吗 于是反思之后 四代机开始降速了 到了五代机降速更加明显了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以往飞得快嘛 你躲掉的是炮弹 而如今还只是跑得快呢 能躲掉快你几倍的导弹吗 美国的AM120能够飞出4马赫 俄罗斯的S300更是能飞出7马赫 谁能闪得掉 不如把自己隐藏起来吧 让雷达从一开始就根本看不到 所以多出来的速度就让位给了隐身性能 所以21世纪的战斗机才飞不过他们50多年前的爷爷伴了 最后还是有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发动机的确是越换越厉害了 要是厉害没有贡献在速度上 那贡献在了哪呢 贡献在了加速性上 几乎所有的四代机和五代机推重比都大于1 意味着他们不仅能够水平着飞起来 垂直加起速来也是毫不含糊的 所以21世纪的战斗机 还是要比他们50多年前的爷爷伴呢 飞起来强太多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